剛剛過去的星期六 聖浩西兩名社區服務警員在進行交通攔截時 遭一部汽車撞倒 導致一名警員當場死亡 另一名警員重傷入院 預計能行存 事發於當天晚上8時半左右 地點為Monterey Highway及Palm Avenue附近 事發後 肇事司機因涉嫌走嫁被逮捕 這是聖浩西警察局史上首次有社區服務警員在執行職務時死亡 當地居民指出 事副路段附近交通狀況複雜 經常有超速行駛的情況 而且此前也曾發生過交通事故 並呼籲加強對該路段的車速限制 聖浩西警察局認在對此案進行調查中 天下衛士記者編輯報道